认识撩一个女生,她越是想睡你 你越是舔一个女生,她越是恶心你 其实啊,现在大部分的兄弟呢 在追女生的时候,心里啊都是 明白不能当舔狗,要去撩女生 才能够让女生产生心动的感觉 可是当你真的去跟一个女生聊天 接触的时候呢 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 就会忍不住的对她好 自己以为是撩,但是在女生看来啊 就是舔狗 这就是因为你分不清到底 什么是撩,什么是舔 那今天呢,初儿就告诉大家 这两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其实撩和舔本质上的区别呢 就是心态的区别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样的 你有了舔的心态 那你怎么去撩,那都是舔的感觉 情话会变成土儿情话 肢体接触会变成动手动脚 如果你内心没有这种舔的心态呢 那你正常的吃个饭 眼神对视一下 也能让女生感受到撩 而撩的心态啊,是我欣赏你 或许我有点想要得到你 但是我又不是非你不可 聊你是为了让我们彼此都开心 都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觉得很有意思 很享受 不仅仅是带给了女生情绪体验 我自己也有情绪体验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抽象 不懂的大学呢,可以来找我聊聊 那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呀 你就会很放松 不会那么的在意结果 只享受两个人互动开心的感觉 你也会站在女生的角度去思考 你更不会要求女生去接受你 或者是秒回你 女生她跟你聊天相处呢 就不会觉得有压力了 那自然的女生就更愿意 和你进一步的接触和发展 甜的心态是什么呢 甜的心态就是希望自己 用付出讨好哄骗 来让女生对自己的付出感恩于心 希望通过对女生的好 来得到女生的好感 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的目的性 那在这样的心态下 你就会对女生言听计从 不顾自己的感受 去满足女生各种各样的要求 做一个人肉ATM机 女生其实是可以感觉到你的目的性的 她就会觉得 这个男生这么顺从我 这么卑微 她是不是没人要了 找不到女朋友啊 还会去想 原来我这么有魅力 看来呢 我还是要继续多接触一些男生 我配得上更好的男生 她就会一直去吊着你 有很多的甜狗兄弟 总是不承认自己的目的性 然后呢就会去说 没有啊 我就是单纯的想对女生好 但是啥子都知道不是 哪有无条件 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好的呢 那你怎么不无条件的 对门口的保安好呢 你可以冷静下来 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对女生好 如果说你还是想不明白 那真的建议你来找我聊聊 很多大兄弟啊 就是找我聊过之后呢 就再也不会去讨好一个女生了 而是真的去带给女生那种 心动和开心的感觉 撩是我给喜欢的人带你去快乐 我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乐趣 那这样的话呢 你自然就不会特别的看中结果了 因为本身撩的过程啊 你已经感受到了开心 而舔呢 是不断的去讨好女生 并且希望女生记住自己的好 并且呢能够给我回报 在乎的是我对你好之后的结果 你要和我在一起 本质上就是一种索取行为 那这种目的性啊 就是女生最讨厌的 就好像一个卖保险的 天天去给你续寒问暖 下雨了 问你要不要带伞啊 你什么感受 你是不是也很烦呢 因为你感觉她所有的行为 都是有目的的 她就是想让你去买她的保险 那追女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误了的大兄弟 可以在评论区上打一个误了 除了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信任生 让她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或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帮助你 如果今天要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请给我的最新来的方式哦 拜拜